蕭美琴委員 接著請蕭美琴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主席請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 一個早上也辛苦了 貝巡台那邊有位子 院長請坐 謝謝 我今天要問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我一直在花蓮爭取的海洋產業廊道 以及國立海洋資源博物館的議題 我們都知道從大航海時代開始 世界的強國未必是大國 但是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勇於面對海洋 認識海洋跟擁抱海洋 我想這個是多數百年來 強國的基本的要件 那台灣因為承襲過去大陸的思維 以及多年的戒嚴 導致我們很多民眾對海洋是恐懼的 害怕接觸海洋 甚至是到今天還有很多不合時宜的管制 但是作為一個海洋國家的子民 我們需要翻轉 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教育 所以我在爭取的這個 花蓮的海洋產業廊帶當中 其中一個重要的亮點 就是要爭取成立國家海洋資源博物館 那為什麼要設置在花蓮呢 因為我們面對太平洋 那在面對浩瀚的太平洋當中 我們國人需要去了解 現有海洋資源的現況 我們人民如何跟海洋互動 包含漁業的枯竭 生態環境的改變 污染 食餘教育 像我們食農教育已經非常普及 但是我們食餘教育是非常不足的 另外還有深海礦物跟資源的運用等等的議題 需要有一些更完整的一個教育機制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希望能夠連結地方的產業 如花蓮在地的定制漁場 海洋深層水產業 也是世界獨特的一個花蓮地理位置 能夠賦予我們的資源 另外當然還有漁業賞金帆船等等的海上休閒活動 那第三呢 花蓮到目前沒有一個國家級的文化 或者是教育的場館 我們花蓮以北的宜蘭有傳譯中心 我們以南的台東有史前博物館 但是花蓮好山好水 當遊客碰到刮風下雨的時候 沒有一個適當的室內景點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海洋教育的一個場館 來給花蓮的遊客 一個更代表花蓮海洋特色的亮點 那麼這個構想呢 在前院長賴院長期間也非常支持 也到花蓮的這個台肥 也就是我們所設定的未來的場域 來了解 那當時也由國發會來協調 並責成海洋委員會做先期的調查跟評估 那我要詢問蘇院長的是 這個案子現在已經到調查評估的階段 我們需要院長大力的支持 讓這個案子能夠加快執行的進度 盡速的讓資源能夠到位 讓我們可以讓我們整個海洋教育 尤其在東部地區 我們雖然面對太平洋 但是相關資源是非常匱乏的 那請問院長的態度 我非常謝謝蕭委員所提出來的這個觀點 過去的強國不一定是大國 是敢面對海洋國家 像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 甚至來到台灣 我覺得台灣過去就真的 一個是思想上被大陸思想限制 一個就是被多少年的戒嚴綁住 所以剛剛蕭委員所提的 跟我在當省議員的時候說已經解嚴了 但海洋還沒有解嚴 所以現在蕭委員特別從花蓮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我也很支持 因為我現在特別鼓勵台灣國民上山下海 因為只有台灣有這麼好的資源 一小時內你都可以立刻到非常高的山 都可以到近海很接近海洋 只是過去都沒有這樣做 現在我覺得如果能多手鼓勵 不只是設立博物館 而是讓人民走向海洋 這真的既健康又等於台灣擴大好幾倍 所以如果相關的計劃在蕭委員長 再來要請問的也是在幾個月前 院長上任前開始啟動的 就是2030年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的這個願景 那麼這個願景在去年12月合定 要打造台灣成為一個雙語國家 當然我個人非常的認同 我覺得這個跟提升產業和人才的競爭力 絕對是有幫助的 同時也讓台灣的經濟以及知識 都能夠跟國際做更好的接軌 但是這個工程非常浩大 看起來這個願景是很簡單 但是要做起來除了各級政府的人力跟資訊 都需要全面的雙語化這個大工程之外 還有整個教育體系的這個雙語化 那目前我們在啟動這樣子的一個願景 其實也需要龐大資源的投入 那我想第一個請問院長對於這個願景 院長是否認同 那接下來這個除了盤點各部會既有的資源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更多什麼樣的努力呢 謝謝夏委員的質詢 有關在全球化的時代 尤其台灣在這樣的一個島國 我們跟世界是要密切往來 而英語能夠讓台灣來跟世界更容易互動 並且更容易在整個競爭上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所以大院長時候的所核定的雙語政策 我們都很肯定並且支持也持續推動 目前已經折騰由國發會作為主政的機關 定期的類管 並就滾動式的相關執行所碰到的情況 希望我們對於需要修正計畫 或者是更新進度或者是內容緩滑 就希望能夠真正做到怎麼樣子 讓台灣早日就在相關語言的競爭力上能有增強 我想這個方向既然都認同 現在就是執行的問題 在要達到2030年這個願景 其實十年的時間也不算長 有非常龐大跟浩大的工程要來進行 我舉個例 像我們各級政府的外語能力 可能在中央聚集了許多我們公務員這些精英在這裡 但是你如果要落實到各地方政府 例如說我們的鄉公所 我們的鄭公所 那他們在不管是推銷地方的特色產品 或者是吸引這個地方創生所帶來的 可能的國際的觀光也好 或者是基本的網路資訊和公共服務的雙語化 其實都會面臨一些困境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考慮在編制上 也給予各級的政府一些外語顧問 來協助最基層的這些各級政府 整個服務能夠全面雙語化 那當然這個資源的需求不是現有的 整個狀況是可以因應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的各級學校 我們在這個語言教學的這個 尤其是英語教學 現在是從三年級開始做初步的教學 那教育部目前有在研議要向下延伸 這雖然有一些人有所保留 怕給孩子壓力太大 我個人是支持 因為從我個人的人生經驗來講 從年紀越小學各種不同的語言 其實接受度是更高的 那我認識的許多小孩 其實在很小的年紀 包含在歐洲很多國家 其實都是向下延伸的 但是現在關鍵是師資的問題 我們要向下延伸 我們的師資要從哪裡來 是現有的教育體系的師資 再去做培訓 因為這不只是英語科的教學 我們在討論的其實是一個 英語環境的建制 包含其他科系的沉浸式教學 像音樂系 像這個音樂課 像體育課 或者是數學自然課等等 也用英語的教學來進行 或者是雙語的教學 那我們的師資能不能夠充裕 其實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還要再向下延伸 或者是有條件的開放 更小年紀的孩子 接受雙語的這個 這個教育環境 我們更要確保師資是充裕的 而且是合格的 是能夠到位的 那這個問題跟資源的需求 我們現在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校園語言非常的強 我們都知道 那你也知道 我女兒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讀博士班的時候 她的同學是羅馬尼亞人 嫁個德國先生 在華國工作 她這一次去歐洲開會的時候 到華國找這個羅馬尼亞博士班的同學 結果她的孩子跟她媽媽講羅馬尼亞話 在德國講德語 在華國講話語 跟我女兒講英語 所以合子雙語是四語 而且那麼小才十歲 所以語言其實是環境 那語言越強 其實可以在現在的世界走動 越必要 台灣要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台灣靠的不是大國不是物產 而是人才 人才需要語言 我們過去因為生長在偏鄉 過去就是因為環境不夠 所以我們在語言能力上就不強 所以需要也特別知道 現在需要這樣強 所以委員剛才提出來的這些 我都非常支持 所以如果現在我們定調的雙語國家政策 我也大力支持 所以相關委員所講的相關需要做的 我們都請教育部 尤其現在有國華會主政機關 相關部會我們一體來支持 希望台灣在這一方面 能敢上時代影響國際 我想這個事情我們大家都一定要加油 那也要更積極的來推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會講英文不代表有國際觀 那我們最近也見證到了 我們的首都市長對猶太人的發言 被認為輕率 而且對猶太人是二度傷害 那我們也看到我們第二大城市的市長 對瑪利亞的發言 也引來這個菲律賓官方認為 這是充滿歧視的一個抗議 那所以這兩個市長 他們不是不會講英文 但是顯然我們所獲得的知識 或對世界的認知 是沒有跟國際做接軌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跟我們的媒體試讀教育 或者是我們所接受的資訊 我們真正的國際接軌其實還沒有到位 那我們媒體試讀教育來講 其實我昨天為了今天的質詢 我昨天下午看了某一個電視台 他的這個六條的這個頭條新聞 其中三條是像這樣 清純馬尾妹撞臉甜美女神 第二追捕貴婦奈奈黑道手法曝光 第三狠殺直播女友恐怖情人出庭下跪 六條頭版的新聞 其中三條是這個領域的 那我們的國人在看新聞 我們獲得的是什麼樣的資訊 我們跟世界的連結又是如何 我覺得我們現在光是這個對媒體 如果只是以完全市場機制來運作 其實會導致我們國人集體知識的一個弱化 甚至智商的弱化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無關中國對我們的打壓 我們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 是我們國際知識的來源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也要請院長 其實我們國家所擁有的資源 包含我們的公廣集團我們的公共電視 對於各種的國際知識的提供 以及我們教育體系從大到小 我們知識的提供我們如何去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已經成為一個非常迫切跟關鍵的問題 也攸關我們國家的生存 以及這個世界如何來看待台灣 我很同意委員剛才所講 真的 我們很可惜 以台灣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我們卻在媒體上顯現很多事情是弱化 弱智化 這很可惜 或者商業化 那這個當然政府機關 更覺得責任更重 所以我們再從文化部 教育部 各部位 我們要讓國民知道 這世界其實是無限大 而讓學生知道 其實是只有解藍出海 才能看得到海天壯闊 而只有世界觀看到大世界 才知道不是只有台灣 才知道不是只有藍綠 我們要一起努力 謝謝院長 謝謝陽的 鼓勵 謝謝 感谢观看